美女如云 精彩可奇 何润东 赵珂 吴冰 郑迪 连凯 董璇 田亮 七威 展开一场明争暗斗 12月17日起 每周六日晚上九点 中天总和台 美女如云 大选到休27天 官司满天飞 对于延烧好几天的宇昌案 之前吴敦毅的太太蔡令营 说蔡英文搬前11亿 发现数字不对 道歉之后 吴敦毅又加码抨击 说是14亿 民进党抨击 吴敦毅夫妇人格分裂 准备要提告 今天吴敦毅还有蔡令营 人分别在台中和花莲 两人态度都转功为首 低调不愿多谈 宇昌案首个名完 蔡令营的人远在花莲 但是民进党已经要喊到 民进党要提告 准备提告你有什么看法 我不知道 都不知道 所以要在你这个院子里面 我不知道 蔡令营为丈夫助选 到处跑偷偷 原本拿宇昌案 帮忙炮打民进党 但蔡令营转去保守 难道是被下了 冯虎林吗 还是任党这样子要讲的 让我们心里的心里 讲太久了 你们一起的都很清楚 好谢谢大家 谢谢 蔡令营摇头家挥手 不愿再提宇昌案 一反先前公开指控 蔡令营从国家搬了10亿 原进了家族公司 被民进党提告之后 蔡令营道歉了 但是武顿印又在抛红蔡令营 拿的是14亿 民进党陪他们夫妻俩 简直是人格分裂 无悔也变得低调 不多谈 刘营 宇昌案 没人都要知道你怎么看 小心 抱歉 胡敦云也是现在没有评议 大臣外界好奇的是 现在宇昌案来年 是不是打算转购为首 但是肯定的是 大选当初宇昌案攻防站 肯定会适性延烧 追求台中花莲 综合报告